我朋友叫的那个男模 他的小费就是500起嘛 就给了他500块钱 他自己对这个小费不满意 可能就出门嘀咕了几句嘛 嘀咕了几句 他队长就酒喝多了 一下子就 就是冲动了吧可能 杭州姑娘小鱼最近在某KTV包厢里 遇到了一件糟心事 本是几个朋友来欢聚书心的 结局却是她的朋友挨了打 小鱼脚上也受了伤 由于连对方的道歉都没有收到 更别说医疗费赔偿了 据小鱼讲述 事发当天 她和三个好朋友来到KTV 一行人当中有一个就是KTV里的工作人员 由她出面订的包厢 人到齐后 欢唱和唱饮随即展开 一个朋友嫌气氛不够活跃 叫来了一名男模 大家玩得很嗨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才尽兴散场 朋友拿出500元 作为给那位男模的酬劳 然而英俊的男模却觉得自己有点亏 毕竟陪几个小姐姐这么长时间了 却只得到了最低标准的收入 实在是心里很不舒服 走出包厢后便忍不住说了几句 男模队长听说手下吃了亏 气愤地直接冲进小鱼他们的包厢 大声地理论了起来 双方都喝了不少酒 很快冲突从口角发展成动手 小鱼的朋友被男模队长用酒瓶砸了三下 后工作人员冲进来阻止 事情得到控制 然而小鱼却发现 由于地面湿滑 自己的右脚被地下的玻璃碎片划伤 到医院缝了三针 光医药费就用了700多 小鱼觉得这件事KTV有责任 应该获得KTV的赔偿 但KTV相关负责人表示 事发当天确实发生了冲突 只是对小鱼描述的情节 他们并不认同 当时男模队长确实用酒瓶砸了小鱼朋友 但是酒瓶没有碎 划伤小鱼脚的玻璃 是小鱼和朋友吵架摔碎杯子残留下来的 既然是自主行为就和KTV无关 小鱼则表示 他和朋友是吵了架 但是在冲突发生前一个小时 若没有打扫干净 KTV也有责任 双方通过多次协商赔偿未达成一致 最后KTV提出可以赔偿小鱼2000元医疗费 不同意支付小鱼提出的务工费等等费用 但小鱼没有接受 他表示之后会继续和KTV方协商 直到得到自己满意的结果为止